今天超級外要進入到 天能的電影解析第一集 天能的故事講述一名沒有名字的男主角 在一次特務行動後被秘密組織天能招募 因為某個未來科學家發明了逆轉商的技術 還有可以逆轉整個世界時間線的演算機 為了不讓未來人跟SATR聯手啟動演算機 主角Neil、Kat三人合作回到過去 挽救人類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 讓我們先從天能的故事基礎 時間的方向線開始 在我們的日常經驗裡 時間具有明顯的不對稱性 過去是固定不可逆的 未來卻是未知開放的 但是大部分的物理定律中 卻不存在這種區別 一個物體的運動 從過去到未來或是從未來到過去 就如同從左到右、從右到左一樣 自然法則本身不涉及時間的方向性 那為什麼我們生活中 卻從來沒看過逆時現象發生呢? 因為傷決定了時間的方向性 也就是實驗室女科學家介紹逆時子彈時的回答 但是到底什麼是傷? 為什麼逆轉傷可以逆轉時間的方向? 我們知道冰塊融化成水是因為吸熱 變熱是源自於微觀粒子的擾動狀態 所以冰融化成水其實就是粒子從有序狀態變得越來越不規則 而傷就是用來測量一個系統變得不規則的程度 因為整個宇宙的傷值從大爆炸至今一直在增加 彷彿自然趨勢就是傾向從有序狀態變成無序狀態 所以物理學家就把這種熱力學的定律 當成判定時間方向的物理指標 就像我們可以透過重力來定義上下的空間方向一樣 我們也可以透過傷增加的趨勢 來定義過去到未來的時間方向 所以逆傷的意思就是讓系統回到過去比較有序的狀態 在電影裡 女科學家在白板上畫的圖就是把傷逆轉的一個思想實驗 叫做馬克勢威精靈 讓我們想像有一個小精靈刻意改變箱子內部的分子運動 把跑得比較快的熱分子感到右邊 跑得比較慢的冷分子感到左邊 結果從原本比較混亂的狀態中 反而創造出了有序 高傷被逆轉回低傷 在Sater的自由港基地裡 我們看到了一樣的配置 一邊是被逆傷的藍色空間 另一邊是瞬時的紅色空間 而旋轉門就像馬克勢威精靈一樣 讓無序回到有序 讓被中傷的Cat回到幾天前更穩定的狀態 這就像我們把融化成水的冰放到冰箱裡 冰箱就會像一台時光機一樣 把水逆轉回原本的冰 讓它回到過去低傷有序的狀態 但是客觀時間卻還是繼續往前 所以水是在未來變成像過去一樣的冰 同樣的在天能裡被旋轉門逆轉傷的人 彷彿逆流回到過去 但是主觀時間卻還是繼續往前進 所以準確地說 逆時的人是在自己的未來裡重複著過去 這就是為什麼諾蘭說天能不是時間旅行的故事 因為逆時的人必須再次經驗兩個時間點中間的過程 主角必須再次經歷奧斯陸機場與自己的對決 Nio必須再次經歷與主角的相遇與告別 Cat必須再次經歷與Cater的越南之旅 等等 但是如果這種時間逆行得以可能 我們立刻會遇到一個問題 每次進入旋轉門 就會產生一個逆行或順行的我 一個時間點就可以同時有好幾個我 也就是宇宙中突然憑空多出了新的東西 明顯違反了質量守恆定律 在與男主角的對談中 Nio其實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子只是時間中逆行的電子 這句話指的是電子對湮滅的現象 科學家發現 如果我們在A時間點用一個光子去裝原子 可以產生一顆電子跟它的反物質正子 如果在B時間點 正子遇到第二顆電子 兩者會瞬間湮滅 並釋放出光子 電子跟正子相生相滅 但是因為反物質的運動可以被視為逆行的 所以從線性時間來看 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會先看到一個電子 在B時間點發射出一個光子後 變成正子 在時間中逆行回去 然後在A時間點吸收一個光子後湮滅 最後又出現一個瞬時到未來的電子 彷彿這三個粒子 根本就是同一個粒子的連續運動 而且在正子逆行的時間裡 可以同時看到兩個瞬時的電子跟一個逆時的正子存在 電子對湮滅就是微觀世界裡的天能 而天能則是宏觀世界裡的電子對湮滅 瞬時的角色跟逆時的角色可以同時存在 而且是同一個人 而不是兩個人 這也是為什麼在逆行時不能碰到自己 否則就會像反物質的正子碰到電子一樣 兩者都湮滅 物理學家John Wheeler就認為 如果電子可以逆時回到過去再順時回來 而且從一個電子可以產生出多個電子 那不就代表 宇宙中過去到未來的萬物 可能根本就是一個電子在時空中來回無數次的結果 你、我、宇宙萬物都只是一個電子運動產生的表象 這個假說叫做單電子宇宙 同時也是天能的理論基礎 但是如果人真的可以像電子一樣來回於時間之中 不就代表未來在我還沒經驗到它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這是帶我們轉向了時間的存有論問題 時間到底是以什麼方式存在 如果在未來的主角還沒回到過去前 過去的主角就已經看到與未來主角打鬥的痕跡 就代表過去的主角跟未來的主角都永恆存在 這種時間觀被稱作快撞宇宙 認為過去跟未來的所有事件都被客觀保存在時間中 而沒有哪一個才是現在的問題 要怎麼證明現在不存在呢? 我們知道地球上看到的太陽是8分鐘以前的 因為光需要花時間才能傳到我們的眼睛裡 所以如果現在太陽突然消失 對地球人來說並不是現在的事情 而是未來8分鐘後的事情 這正是愛因斯坦相對論最重要的發現 宇宙中不存在一個共享的現在 相反的 從上帝視角來看 地球人未來會遭遇的事件 早就已經確定好了 就像Nio必然會到過去幫助主角 主角又必然會在未來找到Nio幫助過去的自己 過去跟未來的事件都已經確定 在星際效應裡 我們再一次看到了這種快撞宇宙的時間觀 男主角Cooper在掉入黑洞後進入5度空間的地方體 看到女兒書房過去的每個瞬間都被保存起來 而在天能裡 這種快撞宇宙的隱喻 就出現在Cat的兒子Max戶外教學的地點 將過去的瞬間凝結得旁背古城 同時也是最早發現Satyr方塊的遺址 方塊上的五組拉丁字回文 剛好指射天能劇情裡的5個關鍵字 Satyr Arapal Tenon Opera Rotus 如果這種快撞宇宙的時間觀是真的 我們似乎就能夠解釋既視感跟預知夢的存在 因為某種原因導致我們轉換到了上帝視角 從外部看到快撞宇宙中的某個未來事件 但是如果這種時間觀是真的 不就代表時間流逝的現象 只是我們的主觀感受 哲學家胡塞爾就發現 當我們聽音樂時 意識彷彿會將剛過去的聲音滯留住 所以我們才聽得出音樂背後有某種旋律存在 而且在下一刻的聲音還沒到來之前 意識彷彿對旋律的走向就已經有某種預感 所以如果音樂突然切斷 預感就會被破壞 人的意識除了意識當下以外 還能同時意識到過去剛消失的東西 跟未來即將到來的東西 這代表過去跟未來的時間感 可能是內建在我們的意識結構裡 所以感知這個世界時才感覺到了時間 相反的 如果我們的意識結構改變 就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時間感 例如無法偵測動態影像的運動師認症患者 看到的世界就同時夾雜著過去與當下的片段 就像電影去年在馬輪巴的時間結構一樣 時空可以被凝固 過去跟現在的聲音影像可以互相穿插 壞中宇宙的時空就像一格一格的底片膠卷 每張相片都永恆存在 只是人類的意識讓我們感受到時間的流動 無以為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區別 這就解除了回到過去會引發的邏輯問題 如果回到過去殺了我們的祖先 未來的我們還會存在嗎? 在電影《回路殺手》中 未來的男主角為了改變妻子被BOSS殺害的命運 回到過去試圖殺死小時候的BOSS 結果這個行動反而成了BOSS未來殺害主角妻子的動機 過去的男主角發現了這個因果循環後決定自殺 未來的自己也因此消失 但是在天能的快撞宇宙時空裡 不存在這種阻附悲論的問題 因為會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生 過去到未來的事件都已經確定 只是我們不能事先知道而已 原本天能組織的目的是要改變過去 但結局卻揭露了改變過去的不可能性 彷彿人類為了改變過去的努力 終究敵不過早已決定好的時間的秩序 等等 那麼到底什麼是時間? 在諾蘭的電影裡 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重複出現的敘事實驗 當兩種不同的時間性相遇 會產生什麼樣的可能性 在全面啟動裡 存在著內在的心理時間跟外部的物理時間 越深層的夢境離外部的物理時間越遠 時間的流逝也變得越慢 人間的一天是Limbo裡的上萬年 彷彿人類心靈最深處的地方 只有永恆的時間性 這正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項發現 無意識裡沒有時間 所以即便人老了 大腦的神經細胞退化 在無意識深處的記憶卻永遠不會消失 夢境的時間性不同於物理的時間性 全面啟動打破了時間的客觀性假象 在星際效應裡 線性時間的顛覆者變成了黑洞 黑洞的重力作用會減慢時間 在靠近黑洞的星球上 一小時是地球上的七年 任務中的意外讓主角們回到太空船時 已經失去了幾十年的光陰 在這裡 星際效應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時間感受 原來人們彼此之間的時間統一性 一直是靠同樣的重力在維繫 只要到了重力不同的星球上 人們就不再共享同樣的時間性 在這裡 星際效應揭露了哲學家海德格最重要的思想 人的時間性跟源自他所寄居的大地 就像錘子的重量不是錘子本身的一個屬性 而是受到重力場影響的結果 時間也不是人自身的一個屬性 而是人在世界上被賦予的一種存在型態 星際效應打破了時間的統一性假象 有可能嗎? 我不知道 有可能性的方法 我們可能會跳進黑洞 年來回來了 時間是相似的 可以拉扯 可以拉扯 但 他們不能回來了 不能 星際效應裡無法回去的時間 在天能裡得到了贖回的機會 天能存在著順時與逆時的兩種時間性 知道Nio會死在過去的主角 仍然必須到未來找到Nio並招募他回到過去 否則如果沒有Nio在歌劇院救他一命 後面的事情就都不會發生 而知道自己未來會被主角招募的Nio 仍然必須到過去犧牲自己 主角才有可能活著並在未來招募他 Nio跟主角代表著兩種相反的時間性 Nio必須回到過去 主角必須通往未來 但是兩人最終卻會再次相遇 如同在球體上一人往東一人往西 最後會再次相遇一樣 天能的時間結構本身就是一個圓 在這裡天能體現了哲學家尼采的時間觀 永恆回歸 如果時間本身就是一個圓 我們必然在時間的盡頭重複時間的開始 宇宙中發生的事件都將永恆的重複 那麼你還願意像現在這樣去生活嗎? 即便主角知道自己必須再吃一次自殺藥丸 他仍願意在未來請Nio拯救過去的自己 即便Nio知道自己必須再犧牲一次拯救主角 他仍願意請主角找到未來的自己 再次重複過去 在異星入境裡 即便女主角遇見了丈夫的離去跟女兒的病逝 他仍願意與丈夫剩下女兒 重複他早就看見的未來 在天能跟異星入境裡 我們看到了永恆回歸的意義 只有那些你願意他無限重複的行動 才是你應該做的行動 就連天能的形式本身也彷彿是一次永恆回歸 在電影史的時間鏡頭 觀眾先看到廢墟的碎片 再看到建築 就如同在電影史的時間開頭 觀眾先看到廢墟的碎片 再看到建築 天能打破了時間的方向性假象 全面啟動 星際效應 天能 推動這些故事發展的根本動力 都涉及了人類心靈的根本問題 人如何面對曾經投注情感的對象 無法在時間中延續 時間的本質不再是科學問題 而變成了存在問題 面對愛人的不在場 我們試圖在心靈空間中重複再現另一半的過去 因為無意識的記憶不會被線性時間摧毀 面對親人的不在場 我們試圖在五度空間中重複再現親人的過去 因為快撞宇宙的時間性不會被線性時間摧毀 面對夥伴的不在場 我們試圖再次以逆時與順時的方式擦肩而過 因為永恆回歸的時間性不會被線性時間摧毀 我的行動就是我願意他將無限次重複的行動